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六,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的视频 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变化 生成式AI与传统AI技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理解自然语言创建内容 而后者依赖的是编程语言 按照高盛软件分析师KR的说法 这是生成式AI技术的关键变革特征 第一,它能够以文本、图像、视频、音频和代码的形式生成新内容 而传统的AI系统训练 计算机对人类行为、商业结果等进行预测 第二,它允许人类用自己的自然语言与计算机进行沟通交流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传统上计算机使用编程语言提示 AI风投公司C的创始人SJ进一步解释说 在软件1.0时代 人类需要编写代码来执行特定任务 软件2.0时代则通过艰苦的收集数据来训练神经网络 现在人类迎来了软件3.0时代 基础模型可以通过开源或API接口使用 具有自然语言能力、推理能力 并具备关于世界的常识 在这种模式下 公司不需要收集几乎同样多的培训数据 使技术变得更有用 更容易访问以及更便宜 自Chat GPT去年爆火出圈以来 许多人已经感受到生成式AI技术的强大 分析师认为 生成式AI可能会重塑社会生产的运作方式 为全球经济增添新的增长引擎 J表示 生成式AI的变革潜力 已经开始转化为现实 任何AI投资公司 现在都可以投资这些模型 增强业务或进行转型 R估计 在某些情况下 开发人员通过使用生成式AI工具 将生产力提高了15%到20% 而伴随着AI的普及 J预计 未来更多领域 特别是法律 数据分析 图片 语音和视频生成等传统服务业 将越来越多的由AI提供服务 高盛TMT行业分析师PC指出 散户认为 生成式AI技术具备平台转型的所有要素 有可能全方位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体验 另外 高盛高级全球经济学家J.B.表示 这种变革潜力可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他估计 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普及生成式AI技术后 能够在未来十年内 将年劳动生产率增速提高约1.5个百分点 全球的GDP最终将提高7% 高盛美股策略师RH和DK认为 美股也将从中受益 中长期内预计出现更为广泛的反弹 标普白指数的供应价值将比现在高出大约9% 人工智能还远远不够智能 警惕过度炒作 长期看来 AI技术的变革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鉴于当前这项技术的发展进度 市场对它的炒作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一个人的答案是 是 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还远远不够智能 他指出 当前AI所谓的神经网络的功能 与人脑的神经网络完全不同 AI虽然可以进行自反性统计分析 但几乎没有成熟的推理能力 这些机器可以学习 但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单词的统计 和对提示的正确反应 而非抽象概念 并且他们不像人类那样拥有 内部模型 以让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 他向投资者发出警告 要警惕 AI能 还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神奇 我不会说现在投资AI为时过早 一些投资与那些拥有聪明的初始 创始团队 对产品市场适应性 有很好理解的公司 可能会成功 但也会有很多失败者 他说通用人工智能 AJI 可能最终会实现 但人类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而且任何投资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 此外 投资者还可以从历史中学习一些经验 高盛市场策略师DW和VC曾提到 在过去创新主导的生产力繁荣时期 例如电力 1919年到1929年 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1996到2005年 普及之后 股票和估值飙升 形成泡沫 最终走向破裂 J则认为 即使在今天 私募市场某些领域仍存在定价错误 虽然投资者对这些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 但仍然普遍采用相同的投资方法 他警告称 错误的判断变革发生的时机是投资中常见的陷阱 作为一名早期投资者 他不太关注估值 而是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市场 产品和企业 高盛互联网分析师 ES的看法稍有不同 认为绝大多数表现出色的AI概念股的交易价格相对于公认的会计原则 每股收益的倍数仍较为合理 R也认为 AI可能并非处于炒作周期中 因为本次浪潮是由科技巨头主导的 而非初创企业 这一技术周期并不是由AI新贵主导的 不太可能出现虎头蛇尾式的失败结局 或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开始 20世纪90年代初 计算机从大型机向分布式系统的转变 以及21世纪初从分布式向云计算的转变 所花的时间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 均因为大型老牌公司是反对的关键声音 正如R所说 国外Chat GPT背后公司OpenAI有微软支持 谷歌推出了Bard 投资A等AI初创公司Meta推出LLMA 国内有百度阿里等巨头也发布了自己的模型 全球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好 那么其实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变革 要看他的一个生产效率 那么经研究发现 生产效率确确实会有所提升 那这就是革命性的 只不过相对于过去来说 目前这个革命性的程度还不够那么大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把这个人工智能提高到接近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水平 那将会是革命性的 巨大的革命性的 所以呢 如果未来的目标是达到接近于人的水平 那么 现在呢 就属于这个行业 初始探索阶段 也就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在股票市场呢 一切皆有可能 对吧 巴菲特1999年的压注 如今估值900亿美元 巴菲特1999年高瞻远瞩的投资了一家小型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 ME 现如今该公司已成长为BRK旗下的公司之一 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这家公司就是如今的BRK能源公司BHE JTNS 据报道 该能源公司是伯克希尔哈萨维最重要的子公司 目前估值接近900亿美元 扩张业务 能源公司的业务规模庞大且多样化 它是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 为520万客户提供服务 并且是第二大可再生能源 主要是丰能的所有者 该公司还经营一家大型英国公用事业公司 一条领先的天然气管道 以及美国房地产经纪公司 最近的收购就是本周早些时候 该公司斥资33亿美元从道明尼能源 手中购买了美国马里兰州液化天然气设施 CP50%的股权将其股份增加至75% 据悉伯克希尔早在2020年就获得了CP的初始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 CP这家液化天然气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是驻友商市诸事会社 它是巴菲特今年新押注的日本五大商社之一 这次收购也体现了巴菲特最近对能源行业的浓厚兴趣 过去一年 巴菲特陆续增值了多次西方石油的股票 持股达25% 其次它还持有价值约200亿美元的雪佛龙股份 另外BRK能源公司还是中国电动汽车生产商比亚迪的大股东 该公司对比亚迪的投资在去年高峰时价值超过80亿美元 好 这个是巴菲特能源的一个布局 我们继续分析我们的热门股票名单 我们上一期节目是分析到了苹果亚马逊 从特斯拉等等 大家感兴趣可以查阅 今天这期我们从SQQ的周线图看起 对于SQQQ的周线图 我们看到本周的周线是一根大阴线 就意味着向下顺势预期是符合技术原理的 我们看到上面这根下跌趋势线是一个长长的下跌趋势线 它还是相对也是比较陡峭 但近期的走势 经过本周的一个阴线的确认 发现有加速下跌的一个走势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图的空头呢 是相当的强势的 那么你去看日线的话 你会发现 哎 怎么本周五又有一点直接的感觉 别了啊 别老是踩顶了 别老是踩底了 好吧 这种K线呢 可能会给反弹 也有可能反转 但是反转的概率呢 会更低一些啊 顺势继续下行啊 的概率会更高 因此呢 我们应该继续等待 所谓的右侧点位再去做 对吧 那么一旦出现右侧点位 那我们的美股就出现熊市了 所以比较难啊 目前看来还是比较难的 好 我们看一下AMD的周线图 AMD在近 将近两个月以来啊 一个半月以来呢 是一个洗盘的行情 而且很多股呢 特别是科技类的股票啊 都是啊 在给出一些回撤 对吧 那么本周的周线 是一根十字星K线 小阳线啊 十字星啊 小阳线啊 也就意味着冲高啊 再次回落了啊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的第一假设 仍旧是这是一个啊 上涨中的一个中继啊 直到啊 他去砸破我们的 长长的上涨趋势线 然后再反弹测试啊 也就是说 这六周 这六七周呢 是相对于前面 这三根大阳线的 一个回撤行情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看 落 弹 落 没有创新地 你看 再落这几根K线 没有把低点砸下去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一个更高的低点 对吧 这是一个更高的低点 比这个高 这样的话 多头尝试往上走 啊 但是呢 由于啊 上方还是有阻力区 所以在周五这天 冲高就回落了 那么下周 比较关键的点是 他是走阳线呢 还是继续震荡呢 对吧 嗯 好 这就是我们下周 需要观察的 目前呢 还不确定是熊市啊 只能当做一个回撤来看待 好吧 不要急 我们呢 也可以这样 把这个下跌小区 在这再画一条啊 好 这个地方啊 接下来就要博弈了啊 好 这是AMD 我们把这个T3Q的周线 简单看一下啊 T3Q 本周的周线是大阳线 和SQQ正好相反 对吧 能还有加速上涨的态势 这个趋势线越来越陡峭了 这样的话你能踩顶吗 不能啊 在大阳线这踩顶是不对的啊 看一下日线 说日线有没有可能见顶 那么你就需要阴线给我确认 往下砸才能确认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你不能去踩顶啊 他也完全有可能继续走高 是不是 好 这就是T3Q 有人说不敢追高啊 是的 你不敢追就对了哈 因为你在下边也不敢建枪墙墙墙墙多来着 总之呢就是什么都不敢 就会导致错过 是吧 好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周线 感受一下 台积电的周线呢 本周是一根漂亮的阳线啊 比AMD的呃 这个强 这个力度要强势一些 对吧 AMD啊 比AMD要强势 那么本周这个周线呢 还是比较强 是根大阳线是吧 吞没掉了过去三周的阴线 是吧 实体部分被吞掉啊 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继续震荡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根 上次画这个脚 多头波段的这个趋势线呢 给它调到这啊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新的止损点 对吧 在这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这么一条之后你就知道了 沿着这根趋势线呢 再去看啊 看它是怎么动啊 如果往下破的话 力度强不强 如果力度不强的话 我们就继续观察 如果力度很强 大阴线 那届时我们就要提醒要检藏 是吧 它也完全有可能恢复到震荡行情啊 你看左字 对吧 但是但是由于啊 近期的科技啊 科技行业啊 科技股都是比较强势 因此呢 我们概率上还是倾向于继续上涨啊 目前是这样啊 目前是这样 好 这是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AXP的周线 AXP的周线 它就是一个震荡行情的一个多头啊 对吧 本周的周线K线是一根阳线 但带有上一线 表明局部呢 还有阻力小区啊 就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局部阻力区 下周需要观察 这能不能上去啊 你看 拉升 打阳线 横盘停顿啊 阴阳 阴阳 那下周就要看能不能突破上去了 好 看一下日线 嗯 拉升 回落 拉升 回落 拉升 哎 落 这是上的还是继续震荡的 这现在没有信号啊 那么我们的第一假设是顺势往上预期 好吧 好 这是AXP CRM的周线 嗯 CRM的周线 怎么说 大阳线啊 因此不能去猜顶 那么下一个阻力区可能是在250啊 啊 250一带 我们可以把这些线往上移啊 最高是310啊 311 这位置 好 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嗯 是吧 继续往上走 下面这个是长长的趋势线画好 陡峭的小趋势线画好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这个空头也是啊 比较弱势 所以还不能去猜顶啊 这有没有可能是顶 目前不能去猜啊 不能去猜啊 继续看 看一下高通 呃高通和英伟达和一个英特尔 他们可能要去游说拜登政府啊 这样就是取消对中国啊 这个出口的一些限制啊 不管怎么弄吧 反正呃 企业呢 当然希望利润最大化 我是觉得哈 卖的是成品 就没必要过于限制 对吧 好 你又不是说把那个技术都卖给别人了啊 你卖的是成品啊 那如果你这种成品都不卖 那华为那边也有一些新的芯片出来 那他这个迭代速度会更快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中国啊 可能会有动力去加速研发 投入力度 对吧 而且其他的这个产业链上的厂商也都会 都会啊 受到这个限制 这个叫禁令的一个影响 他们就干脆就不用了 索性就不用了 直接就全部转型为这个用中国国产化的 对吧 虽然说啊 速度还是相对慢 但是后组呢 由于啊 这个大量的资金涌入到这个产业链里 那可 这个速度就会加快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高通 高通的周线图呢 符合啊 ABC 突破回踩止跌的一个架构 而且这啊 突破回踩是个双重底 对吧 落弹 落弹 那么 应该看涨啊 应该看涨 那下一个阻力区呢 放这 我们看一下日线 落弹 落弹 对吧 走 走到上方 对吧 所以高通呢 应该继续去看涨 好 我们看一下ADBE的周线啊 ADBE的周线也是相当的强势 那么在前两周呢 我们画了一个小指针点 他没有继续洗盘啊 我们就没卖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只好再提升到这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个科技类的还是相当强势 本周周线也是非常强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日线 看能不能继续涨一涨啊 由于啊 为什么这么调呢 趋势线 因为他在本周呢 是创了一个波段的小高点啊 所以呢 按照我们的 我个人的操作模式呢 是把趋势线调整到这个波谷 对吧 这么一连 看能不能再继续创新高 值得点呢 可以适当的提高一点 这就是ADBE 好 我们看一下金融行业整体啊 金融行业整体 呃 不是太悲观啊 那么其中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 就是危机啊 呃 在 金融业 这个倒闭啊 规伍银行倒闭 那个那个月啊 导致啊 这个好的影响呢 就是散户呢 就是储户啊 把钱都分散到各个 呃 银行里去 或者是啊 股市里去 或者是债权里去了 他就降低了银行的这个 呃 风险啊 所以啊 银行业这个危机呢 就降降低了不少 好吧 那么金融行业也没有持续暴跌 而是完成了一些震荡行情啊 那这是周线图 我们看到他还在往上走 对吧 那么接下来在技术位上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下跌 突破回踩 直跌 走起来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这是一个多重底的话 将有望呢 去测试更高的位置 对不对 哎 落弹落 突破回踩 没有创新低 震震震上去 对吧 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震啊 所以呢 这根趋势线呢 就是界线啊 那一旦啊 他强势的破掉 这根趋势线呢 向下破 那有可能就继续震荡啊 那如果他不破呢 我们就应该假设 顺势往上走啊 这是一个底部架构 好 这是X 我们看下日线啊 也是这样的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BRK的 一个整体的表现 BRK啊 一直是我们啊 比较认可的长线啊 的一个图啊 那么周线级别啊 还是在不断的创此轮 反弹的一个高点 你看 虽然本周呢 是有上映线 但是呢 考虑到它相对的稳健性 那么回撤的空间 也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可以继续啊 这个拿着 做多 那后续震荡了 震荡就震荡呗 难道还怕吗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啊 波段交易 对吧 如果跌破我们这根 上场曲线呢 就可以 或者说啊 你觉得啊 特别陡峭的时候 落的时候 你就可以减仓 只跌的时候 再重新买 这就是波段交易嘛 波段化处理啊 也不用一直拿着 有时候回撤也挺深的 其实啊 但是相对他自己来说 相对于别的图 可能浅啊 但他自己回撤也比较深啊 他主要是主打一个吻字啊 比较稳健 我们看一下 祝母的周线 祝母的周线 在本周是什么K线 是这个局部的 小收敛形态的一个突破架构啊 如果你按照周线图画啊 你看 哎 突破 震 指低 是吧 理论上还是应该在这做多哈 理论上啊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这属于超底类的 嗯 对吧 我们只不过啊 这个突破啊 再回撤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洗盘 是吧 那呃 之前在这突破 回踩 突破 再指低 我们说就可以做多 但是后续呢 来回来去震 很多人受不了了 是吧 嗯 但是它最终也还是没有完全的跌回去啊 还是在这个附近啊 只跌了 这样的话只能做多哈 因为空头 我给了 就是说市场给了空头这么多根K线的时间 往下砸 它就不砸 怎么办 就只能看涨 是吧 超底 只能这样啊 同时小多头趋势线画好 看能不能去测试一下前方这个高点 也就是对应的阻力区 对不对 最后一个啊 看一下SQ SQ呢 我们的周线图还是比较舒服的吧 本周大阳线啊 那接下来呢 就要去摸这个位置 摸完了呢 就要往上涨了 那涨到哪呢 哪都有可能啊 这些位置都有可能啊 先拉个150% 对吧 当然先到中间这个限制 横限制 然后再往上 是吧 这都是超底类的 多爽啊 是吧 好 我们今天呢 先说到这里 下期呢 也就明天呢 我们从理想汽车 英伟达开始说起哈 明天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哈 再见 再见 OK